投保加州亦將申請截止日期延遲到 6 月 30 日 即是如果現在還未有醫保的人可以申請 另外包括海灣大橋在內 灣區七個大橋的現金收費站會關閉 但駕駛人士仍要付款 灣區七個由州府擁有的大橋 由午夜起將會關閉現金收費站 平時給現金的駕駛人士可以直接駛過收費站 而收費站的鏡頭會拍下你的車牌 DMV 之後就會向你郵寄收費通知 而使用Fast Track的駕駛者就不受影響 另外州府表示延遲預留了74,000張病床應對疫情 但仍需要多2萬張病床 因此正向960間酒店、2間醫院 以及1300多輛旅行卡車尋求更多隔離用的房間 加州衛生部門表示至今進行了11,487個測試 其中11,700個等候結果 除了州府和縣府的22間實驗室 有私家實驗室也加入測試 另外國稅局宣布將報稅及交稅日期一律定於7月15日 即是現在聯邦稅及加州稅申報及繳交的截止日期一致定於7月15日 另外因應疫情,Yosemite國家公園將會關閉 而加州公園一些遠足境和海灘仍然會開放 但會關閉露營營地 現在與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灣區KTSF R16台的精彩節目 旧金山灣區的觀眾可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可透過SBTV App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 請看